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3日 今天新浪热搜榜一 介绍女性的发卡 叫做鲨鱼卡 说这个发卡可以夹好多好多的头发 这是榜一 榜二呢 就是这一条 河南一老乡一老人石花生 被卷收割机身亡 老伴倒地痛哭 10月23日河南周口寒城县 八级乡发生一起悬更鸡伤人事故 一名减食花生的老人被卷进悬更鸡当场身亡 现场另一名老人趴地痛哭 据知情人介绍 这名老婆婆当时正在减花生 旁边的人是她的老伴 老两口的儿子今年也因为意外去世 一名在当地从事悬更机驾驶的车主 告诉记者 每年农更季节很多村民去地里捡食农作物 司机在驾驶机器作业时存在着一定盲区 所以驾驶员要注意观察 记者向八级乡人民政府询问相关情况 工作人员称已向主管领导反应 目前警方已介入处理 河南说有三宝啊 我也想不起来是哪 是不是文的是老胡 武的是马宝国 好像还有是谁 最有钱的是 周口吗 最有钱的应该就是恒大的这个 恒大的老总叫啥 我的卡壳呢 许家印 说河南三宝 花生我刚搜了一下 就是这个粒 应该他捡的是湿花生 这个是干花生 干花生才六块钱一斤 干花生仁 不带壳的 我不知道我搜的这个对不对啊 在这里就卖 网上就卖 所以说捡花生能真的有几个钱呢 这个 这个河南很神奇 那粮宝就不说了吧 比如说这个文宝吧 这是道德良性的代表老胡吧 他就曾经去那个小渔村就笑话嘛 还有住当房如何如何 他就看不到河南朋友们的生活现状吗 我讲几个这个片段啊 一个片段呢 也是在这个地区 就是农馆 疑似啊 偷人高粮 人家无人机拍一下 他们回应呢 说不是偷 大家可以搜那个视频 自己看一下 还有一个片段呢 就是那里搞谜笛音乐节 当地的人呢 都去那里 其实就偷东西了 这又是一个片段 那么还有一个片段呢 我就没办法说 就是那个有八个小孩的那个母亲 说他头脑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 全网没有信息 这个人好像就 真的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又是一个片段 平时呢 也有很多关于那里的东西 比如说哎 说车翻了 东西遭哄抢了 等等 我总觉得吧 不是说 比如说有的地方的人 就道德高尚吗 我们也没发现 那里的人说 因为解花生 就把命都搭进去啊 看他们那种 比如说收割的时候 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是那个机器按照那个卫星定位来收割 那要是去捡粮食 那个真的是捡不少的 因为一望无际 没有人都 你那个机器怎么也会 会丢不少的粮食吧 在田里面 没有人捡 我不认为那里的人就道德 所谓的高尚 我不认为 不管谜底夜夜节 偷东西的也好啊 不管这个 还有哄抢这个农作物 比如说有人说承包了 这样的新闻也挺多 承包了多少土地 然后到那个收获季节 哇 当地人都给哄抢了 即便这样子 他们做的这个事不对 我觉得这样的对比 比如说那个漂亮国那里 一望无际的收 收装甲 也没有人去捡 那是他们高尚吗 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的问题 是吧 不是人道德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环境的问题 为了这点花生米 干花生米 才六块钱一斤嘛 是吧 太穷了 太难了 人日子 太穷太难了 老胡 没有代表性的 老胡一点代表性也没有的 就是 就是 即便这样的当方 还有人挺着手写 就假结婚嘛 假结婚 犯罪啊 要坐牢啊 假结婚还得花钱呢 不是说你假结婚 你就 你就 就就好 就完了 是吧 那老胡来笑话人家了 是吧 老胡就看不到这个吗 他的家乡的事 他看不到吗 老胡 老胡在哪里 老胡 这么中肯 每天好家伙 事无巨细 不够他操心的 啊 就是这个 同乡的这些苦难 他看不到 孩子还刚死了 啊 这里有恶朋友说 麻生钻跳细处断 家里就剩两个老人 儿子意外去世 现在突然剩下一个 真是人间的悲剧 估计老人是看到收割机 收完了地上掉的花生 太可惜了 然后就去那里脸 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啊 某些人是艳阳怪气 真的是乌漏偏风连夜雨 苦啊 漂亮国 厉害国 闇起飞 我们不szy 食材 艳阳怪气 根 小